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并支持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余生犀利,外面像有千军万马在狂奔 我坐在屋里,心中胶着如焚 孩子的啼哭声不绝于耳 奶水堵塞越来越严重 再也无法忍受时 我终于拨通了那通充满犹豫的电话 电话那端 我听见丈夫说,公共是妇科圣手 不知道为多少妇女做过催如我闭上眼睛 心中充满复杂的情感 最终决定求助于公共的治疗 公共年约四十,虽常年干农活 却有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当他的手覆盖在我身上时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陌生气息 心跳骤然加速 然而,我尽力告诫自己 他只是单纯的帮助我催如 公共憨厚的看着我 看着他澄澈的没有杂志的眼睛 我知道我想多了 他只是单纯的为我催如 但是生孩子花了七八个月时间 我已经寂寞了太久 陌生男人的气息 让我生出了别样的心思 我告诫自己 那是自己的公共 只是他的手法比那些催如师好太多了 渐渐我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我怕自己崩溃 当即开口想要停止这一切 我出声让他停止 谁知道他只是睁眼看着我 说催如一旦开始就不能停止 不然功亏一篑 下次催如会更难 还用另外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心 这只是正常的催如 别有心理压力 我稍稍放松了一些 但是就在下一刻 我脸色大变 因为他另外一只手 突然把我的椅子放倒 让椅背靠在墙上 我整个人可以说 直接悬在了半空 整个人半躺在太师椅上面 然后他凑过来 在我耳边轻声开口 放轻松 接下来是催如的第二步 说着 他一只手依旧在按摩 另外一只手则是疗开了 我叫陈雪 生完孩子后 因为大城市房租太贵 我回到了丈夫的老家带娃 因为进村后都是封闭土路 我不得不和丈夫步行进村 两边都是搬着板凳晒太阳的光棍 他们的眼神紧紧落在我身上 把我看得很不自在 尤其是今天我穿的还是开刹旗袍 雪白的大腿随着走路的摆动若隐若现 再加上我身材非常好 这些操汉子恐怕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美女 虽然在城市里面也会遇到这些打量的目光 但这么明目张胆并且刺人的还是第一次见 我加快了一些脚步 丈夫家里在村子里还算富有 是专房 婆婆和公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尤其注意到了公公 公公看起来四十来岁 并不老 而且是那种耐看的大书型 我听老公说过 这是他的继父 但是对老公很好 跟亲爸是一样的 婆婆和公公很热情 刚到家就接过了孩子 让我们好好休息 生完孩子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加上十月怀胎 已经接近一年没有夫妻生活 我缠着丈夫想要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丈夫却以狠类为借口拒绝了我 不管我的满脸忧怨 转身测睡 第二天 丈夫就因为工作回去了 只留下我在这个小山村 但是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 几乎是有求必应 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但唯一麻烦的是 我的奶水越来越少 渐渐的都不够孩子吃了 而这时候又开始了连天大雨 出村的土露被淹了 或许是因为心情烦躁 我的乳汁越来越少 孩子肉眼可见的瘦下来 终于 这一天我想去医院催乳 但是连天暴雨 竟然发了洪水 出村的路彻底被冲断了 我着急也没有用 当晚婆婆就提出 可以让公公为我催乳 这时候我才知道 公公是村里有名的催乳师 村里的小媳妇如果出现贫辱问题 都是找公公来解决的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些疙瘩 虽然是老公的继父 那依旧是我的公公啊 不过婆婆却很快打消了我的顾虑 她劝了我很久 而且她不会在意什么 如果老公敢在意 她打断老公的腿 而且老公的确也同意了 现在孩子要紧 不然会饿出问题来 家里也没有奶粉 最终我还是同意下来 当晚 公公拿着一些精油来到了我的房间 而婆婆就在外面客厅坐着 似乎怕我不好意思 她并没有进来 你公公脸上满是憨厚 还带着一丝紧张 看到这里 我叹了口气 也是难为她了 当即坐在床上 然后笑着开口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帮我吧 没事的 咱们是正常的催乳 公公搓搓手 尴尬的笑了笑 不过也终于放松了几分 然后她让我躺在床上 随后念叨着说 催乳第一步呢 是需要按摩周边经络 先让经络活络起来 说着 她抹上了精油 开始了催乳 我身体微微一颤 特殊的感觉让我难受 男性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我小鹿乱撞一般 不过我还是很快压下来 这只是正常的催乳 但是下一刻 我皱起眉头 她的力道慢慢变大 你忍一忍 催乳的话 前期是会有点疼 慢慢就好了 会很舒服 她继续说着 脸色认真 我脸红到了脖子 而且随着不断继续 让我有些难为情 我想到了十几个月的寂寞 我想到了昨晚老公的拒绝 我伸着脑子出现了一个吓人的念头 我想要甩出去 但是却完全甩不掉 这时候公公也不那么拘谨了 我看着她 和我对视她已经完全不再躲闪 甚至多了一层什么 就在我受不了的时候 她的催乳戛然而止 突然的结束 让我有点落寞 但也松了一口气 婆婆还在客厅呢 万一我发出什么声音来 第二步结束了 接下来开始最后一步 她盯着我的眼睛 突然身子又压低了一些 然后轻声开口 我猛了 还有最后一步 那最后一步是什么 下一刻 她的手缓缓向下 我瞬间泪眼模糊 心中慌乱到了极点 正于大声呼救 却突然发现公公的手顿住了 她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然后急忙从床边的一个包里 拿出了一个小瓶子 我定睛一看 那正是之前用来摧乳的精油 她慌乱地解释 对不起 我 我只是想拿精油 我说的上下通 其实是指脚底也要按摩 这样效果更好 我愣在原地 心中五味杂陈 原来是我误会了她 公公见我愣住 急忙起身 将精油倒在手心 轻轻揉搓后 开始为我按摩脚底 我感受着那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心中的恐惧和误解慢慢消散 一个小时后 催乳终于结束 我惊讶地发现 我的乳汁竟然真的多了起来 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终于不再哭闹 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对公公的误会也烟消云散 之后的日子里 每当需要催乳时 我都会请公公帮忙 她手法熟练 每次都能让我感到舒适和安心 渐渐的我已经开始喜欢上了乡村 喜欢上了这个家 尤其是暴雨过去 雨过天晴 我甚至可以抱着孩子走出家门了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 因为我的长相 还是遇到了麻烦 只是有一次抱孩子出门 被邻居家的一个男人看到 这个男人按照村子里称呼 应该叫做哥 他比老公大一岁 家里排行老二 婆婆让我叫二哥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我就很不舒服 她的目光总在我身上乱窜 那种炙热 让我不断躲闪 甚至她还伸出手来介绍自己 嫂子好 我叫成风 以后多走动啊 我不想伸手 奈何在村子里面 我没有办法 但是她却用力握住了我的手 当我拼力抽出后 她还把声拿到自己鼻尖 闻了闻 成风并不愁 但是这种流氓 我是再也不想见到 我出门都躲着她走 但是她却开始频繁的来家里串门 她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 但每次见到我 她的目光总是有些异样 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家里蹭饭 而我则感到越来越不自在 她不断在说是为了丈夫来照顾我 婆婆和公公似乎不知道她的真面目 并没有阻止太多 为了躲避成风 我尽量少出门 终于在一个月后 丈夫给了我一个惊喜 就在我在院子里 晾晒孩子的衣服的时候 丈夫提着行李箱回来了 丈夫长得很帅 一米八的个头 身材匀称 甚至还有腹肌 尤其是那双眼睛炯炯有神 阳光开朗 这也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 我激动地钻进了丈夫的怀里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偶尔会给我一些小惊喜 一个月的乡村生活 我实在是太想丈夫了 尤其是乘风不断地骚扰 让我不厌其烦 我又没办法跟公公和婆婆说 就在前几天我忍不住跟丈夫说了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回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怀胎十月 加上这段时间 接近一年没有夫妻生活 也让我寂寞难耐了 让我感受到恐惧的是 对于乘风的骚扰 我虽然不厌其烦 但是内心竟然慢慢地 有了一丝认同感 这是让我最无法接受的 小馋猫 给你带了最好吃的腊肠 丈夫把东西递给了婆婆 其实婆婆和公公对我很好 在家几乎不让我干什么重活 但是可能是时间太长的小心翼翼 让我不敢跟他们说成风的事情 或许我是一个坏女人 虽然不断在拒绝 但是内心竟是渴望嘛 我甩甩头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部抛开 现在丈夫来了 我相信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很快 一顿团圆饭吃得皆大欢喜 我和丈夫回到了属于我们的房间 一到房间 我就迫不及待地凑到丈夫面前 一年了 终于可以肆无忌惮一次了 但是丈夫的下句话 却是让我瞬间愣住了 看来被成风那小子撩拨得不行了 媳妇 她的话让我愣住了 她明明知道 似乎她也知道说错话了 当即凑上来 抱住我的腰肢 放心吧 这次回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说着 她凑到我耳边 轻轻吐气 我的耳朵非常敏感 她这种做法让我身子瞬间一个机灵 随后 她用出了无数的撩拨手段 这种撩拨一种我都差点忍不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丈夫今天特别有耐心 一次次的撩拨让我欲罢不能 就在我忍不住抱住她 说出了一些让自己羞耻的话 以为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丈夫的电话 却是突然亮起 打来电话的竟然是邻居成风 这让我瞬间惊醒 丈夫则是无所谓的接起来电话 说是约了今晚聊事情 差点把这个忘了 我不想让她走 但是她说因为公司有事 明天就要回去城里 今天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我又感动 又难受 最终还是放丈夫离开了 不过好歹能解决成风的问题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以为丈夫去会很快 没想到到了半夜十二点 还不见丈夫回来 我忍不住打去了一个电话 丈夫接起了电话 微微有点喘息 这种声音很怪 似乎在拼命压制 媳妇 我们在喝酒呢 很快就回去 放心吧 丈夫压抑着说 还可以压低了声音 哎 你别弄 丈夫突然慌了一下 声音很怪 好了媳妇 在家等我 他们催我喝酒呢 说完 丈夫就挂了电话 我很疑惑 喝酒我能理解 男人嘛 在酒桌上解决问题 但是丈夫那压抑的喘息 是什么意思 他就在隔壁 我很好奇 想去看看 但是想到成风那个男人 我还是放弃了 这件事情 丈夫解决是最好的 就在我等不及昏昏欲睡的时候 丈夫终于一身酒气的回来了 我瞬间惊醒 之前的聊波让我欲罢不能 我想要跟丈夫继续 但是他一回来就跟死猪一样 躺在床上睡了 这一晚上我夜不能寐 以前还没这么强的感觉 一年没有过夫妻生活 再加上成风不断的挑逗 其实我早就很想丈夫了 尤其是今晚被丈夫撩拨了那么长时间 我整晚都没有睡好 我终于理解了一直在网上发的那句话 如果一个人长期得不到满足 会变态的 我想着明早再要丈夫继续 但是当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只留下了丈夫的衣服 婆婆喊我吃饭 我才知道丈夫一大早就离开了 我满是忧愿的给她微信留言 这一去 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不过让我感觉欣慰的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难得平静下来 虽然不知道丈夫是怎么样解决的 但是成风终于不会再骚扰我 最多就是正常打个招呼 喊一声嫂子 然后就离开 这让我在农村的生活舒服了很多 虽然只要是出门 依旧有不少垂涎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但比之前好太多了 好歹不会真的有人对我做些什么 日子就这样流走了 或许是因为警惕心弱了一些 一周后 婆婆告诉我 他们这边有个习俗 生完孩子需要去邻居家串门吃饭 相当于宴请为家里传宗接待的妻子 这个习俗其实很久都已经消失了 更多的是给几块钱就结束了 并没有真的去请客吃饭 但是没想到成风家里 竟然要真的请我吃饭 请客的时候 我只能自己去 不能带家里人 听到这里 其实我有了一些警惕 难道是成风对我贼心不死 但是想想也不对 他媳妇也会在家里 他总不能在媳妇面前对我做什么吧 在我印象里面 成风调戏我 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妻子的 对 成风已经结婚了 而且已经结婚了三年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没有要孩子 听说成风的妻子很强悍 管成风管得比较严 经常有邻居说 听到家里传出的打骂声 不过让我疑惑的是 当我把这件事情跟丈夫说了之后 他的回答却是让我有些意外 无外乎去或者不去 丈夫却告诉我 小心点 小心什么 小心成风吗 我电话里面询问丈夫 但是他却是打了个哈哈 放心吧 上次说完 他应该不敢做什么了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过就在下午 我整理丈夫衣服时候 却是发现了一根黄色的头发 这根头发很长 家里面我和婆婆都不是黄头发 我不想怀疑丈夫 但是这根头发 却让我心里有了一根刺 这件衣服是上次丈夫回来时候穿的 离开时候并没有穿走 所以 一定是丈夫从外面带回来的 我想要承认自己是因为刚刚生完孩子敏感 但是这赤裸裸的证据 又不得不让我多想 但是 最终我还是放弃了立刻质问丈夫的想法 想要等晚上再给他打电话 下午五点钟 院外的大门被敲响了 是成风 婆婆和公公去田地里干活 还没回来 我警惕地打开门 虽然这一周他都没再骚扰我 但是我依旧警惕 嫂子 放心吧 哥上次都跟我说了 之前是我不对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看我的样子 成风挠着头 表露出一股憨厚的模样 我点点头 下意识把门多打开了几分 我今天穿着薄纱睡衣 好身材表露无疑 甚至为了喂养孩子方便 并没有穿内衣 而且这件衣服领口较低 下一刻 成风眼睛就看直了 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看到这里 我慌忙往后缩了缩 他那种眼神让我厌恶 成风苦笑一声 慌忙转移了目光 对不起啊嫂子 暧昧之心人皆有之 我不是故意的 想到自己的打扮 我其实也没怪他 尤其是他说出这种话来 和一周前是天差地别 好好跟你媳妇过日子吧 别老想有的没的 思考了一会儿 我还是决定原谅他 毕竟以后还要很长时间做邻居 他点点头 脸上满是兴奋 本来这种请新媳妇的习俗 已经没了 不过我也是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所以嫂子你收拾下 一会儿来家里吃饭吧 我点点头 并没有感觉出什么不对 等婆婆和公公回来 我就过去 成风兴奋地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周之前 丈夫大半夜去成风家的场景 他那一晚上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成风可以不再骚扰我 而且那么长时间 似乎还有喘息声 当时 不过并不等我多想 婆婆和公公已经回来了 我把孩子给他们照顾 然后传了一身相对比较保守的衣服 然后再三确认后 出门了 成风的家里和公婆家挨着 就在路两边 家里种着一棵核桃树 院子很大 根本不等我喊人 当我推开铁门之后 成风就从屋子里钻出来了 看到是我 很兴奋 指了指偏方 嫂子来了 你弟妹做饭呢 很快就做好 来家里做做吧先 看着偏方忙碌的身影 我也放松了几分 不是他一个人 他媳妇也在 那我放心很多 我刚在他家客厅沙发坐下 让我没想到的是 成风竟然一屁股坐在了我身边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 但是身上满是那种强烈的男人气息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气息 瞬间把我压抑了很久的欲望勾了起来 我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 这可是在他家啊 已经一周没聊拨我了 他媳妇也在场的情况下 难道要现在 成风被我的反应逗乐了 他说只是拿手机 随后直接坐在了我的对面 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我感觉我有点太敏感了 但是刚刚成风坐过来 那种男性的气息 还是让我心脏跳动加快 我知道 我出问题了 寂寞了太久 尤其是上周丈夫过来的聊拨 那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或许 成风也不错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 下一刻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出现在我眼前 她端着饭菜 笑呵呵的把饭菜放在了桌子上 但是让我关注的不是她的漂亮 而是她那一头黄色的绣发 我想到了我 今天在丈夫的外套上面发现的头发 或许 我找到了那根头发的主人 而且上周的晚上 丈夫来找成风喝酒 难道是不小心沾染上的 但是 似乎看来也只有这一种解释 要知道 当时成风也在家 我老公不可能对他妻子做些什么吧 不过根本不等我多想 成风的妻子就热情地坐在我身边 然后准备碗筷什么的 虽然是农村女人 但是可以看出来 这个弟妹是个美人披子 虽然皮肤稍微有些黑 但是五官精致 尤其是身高 还比我高一头 尤其是那大大咧咧的性格 更是让我羡慕 我也想要有这种性格 但是一直很难养成 我总会想杂七杂八的一些事情 面对成风妻子的热情 我来者不拒 没想到他做饭也很好吃 很快我们聊了很多 饭菜被我们一扫而空 酒足饭饱之后 突然 成风的妻子对成风说 差不多了吧 成风点头 两个人突然有些诡异地看向我 随即成风从怀里拿出两颗药丸 两人一人一颗 吃了下去 我猛了 那是什么 我正要出声询问 突然 我感觉身体一阵无力 我整个人瘫软在沙发上 但是 我的意识还非常清晰 这时候 成风的妻子冷漠起身 好了 接下来交给你了 注意点 别搞砸了 说着直接坐在了一旁 我猛了 因为下一刻 成风尖笑着走上前来 直接坐在我身边 一把搂住我的腰支 我用不出一点力气 只能靠在他的肩膀 他那种好闻的味道又来了 这种味道 让我竟然一点都不抗拒这一切 我竟然被下药了 看着我眼里的悲愤 成风黑黑笑了 我是怕你闹腾 其实不下药也行 嫂子 你也别想太多 别幻想着事后报复我们 告诉你吧 就是因为你丈夫和我媳妇有一腿 老子才想报复他们 不然你以为呢 我一阵恍惚 想到了丈夫身上的黄色发丝 想到了弟妹那一头黄色绣发 想到了一周前那一个晚上 丈夫喝酒很晚 而且还带有喘息的电话 我明白了 一切都清晰了 原来 丈夫一切都知道 或许是感觉我手拿把掐了 或许是为了击溃我的思想 成风接下来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原来丈夫很早之前就和他的妻子有染 一开始成风并不知道 但是当知道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妻子在家比较强势 他无法反抗 到了后来 甚至发生了丈夫和他妻子住卧室 成风守门的事情都发生过 这让成风的心理也渐渐扭曲起来 甚至不再拒绝 主动加 直到我的出现 我生完孩子回老家 成风提出了唯一的一个要求 他要我 一开始丈夫还是拒绝的 所以那惠儿 成风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骚扰我 而且丈夫的拒绝让他也不敢太过分 但是丈夫也不管对他如何 毕竟理亏的是丈夫 所以 其实丈夫并没有真正去警告他 也因此 那段时间成风对我肆无忌惮地了拨 但是一切的转折都在上周 丈夫去他家里喝酒 这一次是成风的妻子说服了丈夫 毕竟想要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 需要给成风一些甜透 而我 就是这些甜透 甚至他们为了让我彻底臣服 决定把一切都告诉我 说到最后 他们打开了和丈夫的视频 看着视频里面人模狗样的丈夫 我的眼中只有愤怒和无助 他依旧是那么帅气 但是此时他说出的话 却是让我恶心无比 媳妇 放轻松 很快就过去了 而且你忍了这么久 好好享受一次也是可以的 我说不出话来 不然我一定骂死他 我从未想到 丈夫还有这一面 我以前见到的 和现在天差地别 他藏得太深了 挂了电话 你彻底心思 或许来一次也不错 我突然很想象 我知道了 上周他没有和自己过夫妻生活 可能也是为了让我更想吧 把我撩拨的欲罢不能 如果我自己忍不住去找了成风 他们会更开心吧 成风的妻子就在一旁坐着玩手机 说了这么多 成风也终于忍不住了 他凑过来 在我身上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随后在我耳边轻轻吐气 男人的气息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但是我不能说话 也不能有任何动作 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下一刻 他把我放下 躺在沙发上 柔软的沙发让我整个人陷入进去 紧接着 他凑上来 他的手很粗糙 但是却也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 他的蚊很声色 不如丈夫的熟练 就在他要进行最后一步的时候 让我想不到的是 一个巴掌打在他的身上 随后 我被扶起 我没想到 是成风的妻子 这个自从成风开始解释后 一言不发的女人 我累了 妹子 对不起了 我把你扶回去 但是 看在我没有让事情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事情不要说出去好不好 他看着我 我眨了眨眼 相当于同意下来 在成风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他把我扶回了家 到晚上 我才有了一些力气 我第一时间抱上了孩子 打了一辆车 我没有对别人说过这个事情 只是说感情不合 我不知道丈夫和他们是否还会继续 但当我提出离婚后 丈夫很快就同意了 有些事情 就算中途停下 只要开始了 就已经注定了结果 正文完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故事展示了信任的脆弱性 一旦遭遇背叛 无论关系多么深厚 裂痕往往难以修复 即使尝试挽回 内心的伤痕依旧存在 人性的复杂和道德的灰色地带 故事中的角色都有着复杂的动机和行为 展现了人性中不为人知的一面 成风和他丈夫的行为 揭示了道德的灰色地带 而成风妻子的最后介入 则让人看到即使在扭曲的关系中 也可能保留着一丝人性 选择与后果 故事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其后果 女主角最终选择了离婚 而丈夫的背叛行为 也导致了婚姻的彻底破裂 提示我们每个选择背后 都隐含着不可忽视的后果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